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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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開試白酒 又忘記白酒提侍是什麼 Porship 挺有趣的 Kevin的形容是相當好的 有些像Chardonnay 哪方面呢 不過就是酸度比較出色 厚度相似 厚度相似 但是修結不相似 修結是多些酸度 多些Lifeliness 你知道Chardonnay一屋多一點 就沒有酸度比較低 Lifeliness 沒有那麼活躍 但這隻的果酸還很活躍 有沒有寫屋子多久 沒有在標寫 但我估計一年以來 估計 我估計是三至六 三至六 對 它輕輕有一點甜 筒的甜味 但是就 剛剛好 說筒這件事 黑羅地亞這件事 很特別的 黑羅地亞是出筒的 Slavonian Oak 你忘記了 東歐有什麼國家是出筒的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一點 匈牙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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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Slavonian Oak 在意大利很多莊都會買 Slavonian Oak 最主要 在這個世界未被法國統侵佔之前 OK 意大利的Bernelo 不是就是用這裡才說 Exactly 一定是 這個是Standard Slavonia 其實一個歷史的名字 Slavonia 代表哪裡 就是黑羅肥亞裡面 那塊 即是薩格勒撒入去裡面 那塊 內陸那塊 去到奧斯亞 那邊 那就是Slavonia OK 深入敵陣 因為我裡面 深入了裡面 才有樹林 明白明白 那小輩就來了 這瓶小輩 大家好 黑羅肥亞 你有沒有什麼概念 看法 是沒有的 除了Kevin之外 剛剛Anthony也有喝過 知道是東京某國家 這瓶白酒 是不是你的口味 你這一瓶OK 不太喜歡 他那個 這個也是 有一點點的屋味 但我覺得 剛才說 他 Kelvin說 有些像Slavonia 是很瘦的 但我覺得 他是比較 是優雅一些 就是不是那些 有一個優雅的感覺 對 不是那些 很雲呢 很奶油 很奶油 那種 它是有些 但又不會全部 超過激 對 是挺精緻的 我覺得 那喝下去的酸度 其實都夠 夠嗎 聞起來 都有點淡淡的檸檬香味 對 那喝下去 我很強烈覺得是要趁東西吃 但我自己是給這次的 很高評分 真的嗎 有這樣的事 那時候我一試是 驚為天人 可不可以透露一些 VTEL選擇 還是商業秘密 VTEL也是商業秘密 VTEL 你不是我問得很小心 我答你 我答你 200多元 頭 200多元 對 200多元 其實我們就不會太貴 明白明白 他們最不貴 因為 很多人以為 這些國家當然很便宜 黑羅地亞很貴 不好意思 成本貴 第一成本貴 因為那個島在這裡做 地不是太多 第二 因為那裡太多遊客 那如果你儲存也是那個島 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人 去黑羅地亞嗎 有黑羅地亞三四倍人口 那麼多的遊客 喝都喝乾的酒 這麼厲害 他是沒有什麼興趣出口 但是遊客 他一向都沒有什麼興趣出口 他自己喝光 因為他遊客太多了 都是一個很著名的旅遊地方 是的 這一兩年真的很受歡迎 尤其是歐洲客 歐洲人是非常喜歡去那裡 因為陽光要海灘 而且物價都算低 比西歐 其實真的不算低 我覺得他不算便宜 算是這樣的 羅馬里亞便宜很多 那不能再比 對 因為歐洲比較便宜 黑羅地亞是今年加入歐盟 現在是一個歐盟國家 所以身份不是低的 沒有說低 而且他在歐盟裡的收入 是中位數以上的東西 下面有一堆 本來進入了歐盟 但收入比他們的一堆東西還低 很搞笑 明白明白 Mandy有選了幾瓶白酒 在黑羅地亞區 其實這個莊也是選了這一瓶 但本身多不到白酒 這間莊是紅強白藥的 因為它少白 紅會多一點 因為它的區始終熱 是出紅多 要問呢 因為進入其他國家 已經有一個難度 香港或者消費者不熟悉的國家 而推介這些地方的白酒 是更加困難的 是呀 因為都沒有人聽過 但他這瓶真的不錯 這個表現 我這瓶也是自己去的莊裡試過 所以就進入回來 其實他都試過幾隻酒 有霧西亞各種東西 但是這瓶是我覺得 我自己先喜歡 還有我也覺得香港人會接受到 但因為我有一點歷史 其實這間莊跟我有很大的淵源 是嗎 我最初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幫過一間意大利超級市場 做一個consulting的角色 是 我那時候第一個去接觸這間莊 因為我那時候想做工歐洲 我那時候想做工歐洲 然後我想 我第一件事想 一在意大利生 就生過 因為像我所說 哈羅地亞一大堆 以前都是意大利 所以就是 兩個國家歷史上很近 很近 所以我第一件事想哈羅地亞 我就去接觸這間莊 那我就買了一批 sample 不是買 是送了一批 sample給我 是 反應怎樣 沒有我自己喝 我放了一酒櫃 我現在還有一堆 我很好喝 但是我某些原因 那時候你要convince 最難的這件事 你要convince你那些香港人 去接受這個想法 入哈羅地亞酒是很難的 就是 最後就是我自己喝光了 你走 Sample不要緊 這張莊是在哈羅地亞非常出名的 那次的莊名是怎樣 Slatan Oktok 是大莊來的是不是 不是大莊 它是一間很 boutique的 winery 出產量很小的 但是呢 Quality是最高的 它是King of Plavach Mali 這個葡萄 稍後我們會有一支 是Plavach Mali OK 這個地區有沒有旅遊的 就是我不知道幾大 這個島呢 其實是 基本上是很受歡迎的 一個旅遊的熱點來的 好像 其實之前Tom Cruise 和Beyonce 都有去過那邊 那其實就出名陽光海山和Party 嗯 還有呢 那裏的海鮮呢 是畢生難忘的 是嗎 是啊 我進了餐廳 那些海鮮是新鮮得 好像剛剛在外面撈上來 真的可能是外面撈上來 是 你明白嗎 他要找雪藏野 在哈羅地亞呢 是難過找新鮮野很多 因為白色 尤其那些島呢 那些島呢 你怎麼找雪藏野呢 大佬 你在那些地方 你在岸邊吃已經差了 你當然是下去水 咬下去 是 我補充多一點白酒 好像有趣 我幾覺得是 如果你Blind Tasting 如果你第一個衡量 究竟他是 Old World 還是 New World 我覺得你會卡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 是 沒有一個明顯的 邊編的風格 我覺得 因為它的力度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New World 是 但是呢 這是南部哈羅地亞酒的特色 是 它力度很強 你待會嘗試 果子會更強 有一下 突然會覺得 咦 究竟是不是 但是馬來仔呢 它又很Elegant 尤其一會 我現在講不講第二瓶 先補充多一點 OK 剛才我說 為什麼趁東西吃呢 因為它酸度夠 力度很厲害 還有它的魚 因為它吃很多魚 Minderol也很重 也夠 有啊 還有呢 南部有一個地方 叫Stounch Stounch 那裡附近 即是S-T-O-N-J 那裡附近 有個養蠔牆 養蠔牆 養蠔牆 那裡是食蠔 食蠔這枝很棒 那裡的湯蠔是出名的 我剛剛覺得 它Minderol很重 配蠔應該不錯 因為一般來說 通常你說配蠔 你家裡的那些就不配 但我覺得這隻應該OK 明白 共聚會 由韓國藍茶 積具紙茶 全力支持